啊 啊 奥特茨西 奥特茨西 哪有奥特茨西 就 就在这里 啊 这不就是四个怪兽吗 奥特茨西 被这四个怪兽推进肚子里了 什么 那得赶紧把发动洗出来啊 我知道呀 关键是怎么去啊 小小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什么意思啊 小小的意思是把奥特茨的缩小 所以进怪兽的肚子里 然后把奥特茨西取出来 这注意不错 师傅一识 第一个怪兽是自尔拉 奥特茨能缩小进自尔拉的体内啊 谁 杜吉 杜吉亚 你的意思是用杜吉眼发射光线的奥特曼 哦 我知道是谁了 杰德奥特曼 宇宙恐龙之盾法尔克斯 黑暗迪迦 哎 用杜吉眼发射光线的就是爱迪 爱迪 奥特GC就交给你了 怎么回事 爱迪怎么没拿到奥特之心 不可能啊 我明明看到这个自尔拉 推射奥特之心的呀 哼 我明白了 自尔拉推射的一定是假奥特之心 现在的奥特也只有这种可能了 好 我们继续解决 汉谷拉 我记得 这个怪兽 把雷欧做得可惨了 啊 那缩小进出 汉谷拉提类的 是不是雷欧啊 我先把它转来试试 迪迦奥特曼 达阿贡 杰斯提斯奥特曼 诶 找到了 雷欧 你能到汉谷拉体内 取出奥特之心吗 蛤 不能啊 地点 嗯 当时雷欧的地点 确实来帮忙啊 阿斯特拉 是你变小进入了汉谷拉的体内吗 阿斯特拉 快去取奥特之心 耶 我就说吧 怪兽确实吞噬了奥特之心 啊 就是假的 哎呀 别灰心嘛 说不见 下一个怪兽封治的 就是真的奥特之心 没错 下一个怪兽就是帝国新人 谁能说想进入他的肚子呢 牛角 你是说 头上有牛角的奥特曼 有牛角的 什么状态 那就是太多奥特曼 这回应该是真的吧 又是假的奥特之心 哎呀 你不用担心 我和土豆一定会帮你提起 是三个奥特之心的 没错 这不是还有个怪兽吗 八修萌 笑笑 你知道哪个奥特曼 能缩小进入八修萌的体内吗 啊 八修萌体内的 就是真的奥特之心吗 还愣着干什么 给你找他那里啊 这个节目你还像不像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是肯定不是啊